大家好,我們是日費現金組 我們主人有江彩山、杜佩羽、林姿庭、林一正、盧夢仙還有鄭婕羽 因為有些人與大家有很多組別都是做跟企業有關 我們想說現在因為韓劇當道 而且在韓劇裡面有很多也是跟企業有關的內容 有很多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會碰到的狀況 像是夫妻之間的感情問題或是有第三者的介入或是類似這些狀況 我們覺得在這個日常生活當中 在原應各的部分當中是有很多部分 有很多的你的應對的一個計程 也是跟孫志平法有關的 所以我們決定就是採這個 跟大家比較不一樣的手機來做這次的報告 那在報告之前因為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齣片 我相信在場很多人有看過 但是還是有些人看過 所以我們先播一段簡單的影片讓大家比較熟悉一點 在播之前就是因為他的Background是音樂 所以為了怕大家不了解劇情 我會在旁邊簡單的解說一下 對 好 等一下 好 這是這個女主角呢 他是撞見他老公跟他的最好的高中朋友呢 就是在一個房間裡面認就是遇到 結果之後呢就是發尖帶床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話題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有點痛心至極吧 那當然就是有點痛心至極吧 然後就是要求女主婦三 就是其實他們是很早就戀愛結婚的 然後在這個發現的過程中 就是意外讓女生流…就是流產了 對 所以那女生很痛恨 她的口恨也有這樣子 然後看到這個小孩 大概已經會覺得很驚訝 怎麼會跟男主角長那麼像 沒錯就是他們外遇之後 生下來的小孩 所以那女主角真的很難過 然後就決定要復仇 然後… 然後我再跳一下 不好意思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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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因為大家都誤以為那女生死了 所以他們去參加她的告別事之後呢 那個男生就立馬跟她好朋友結婚這樣 然後因為那個女生就是很難過嘛 她就開始要復仇 那復仇最重要的是把自己改變 就是不要讓人家發現她到底 她原本真正的根本是嫌 所以就開始 你不要一步一步的勾引她的潛伏 然後進行復仇的計畫這樣 好 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回到透告 好 那這邊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這部劇裡面幾個主要的主角 第一個是巨人才 巨人才就是剛剛我們片中看到的那位女主角 那她的老公叫做鄭巧編 她們是夫妻關係 那剛剛有提到的那個小三她叫做聖艾麗 那她跟女主角呢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但是她後來跟她老公搞外遇 所以說在這個時候她老公是一個背叛女主角的一個角色 那劇中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叫做明會長 明會長呢她是巨人才的恩人 那明會長的那種程度上呢 跟男主角鄭巧編也是有敵對的關係 因為明會長跟鄭巧編的爸爸以前也是曾經是夫妻 但因為就是也是某些狀況 他們有一點不愉快的結果 那後來明會長就 呃也是算是巨人才的恩人 因為明會長的樣子救了巨人才 那剛剛有講到小三跟老公相愛了嘛 那他們就計畫 為了他們為了要讓他們兩個能夠在一起 就計畫要把巨人才給謀害 那這個時候巨人才在肚子裡面也懷有小baby 所以他們兩個把她謀害的時候呢 她小baby就這樣死掉了 但是就是因為巨型的需要所以女主角沒有死 她才能夠回來上巨角 她的巨型來了一眼 那後來女主角沒有死 她回來之後 她為了想要復仇她老公 還有她的好朋友深愛莉 所以她假扮成另外一個身分叫做明小信 但是這裡也非常誇張 怎麼會有一個整個英文樣的 你卻不會懷疑她是你以前認識的人 而且也很難不發覺 反正她就是喬裝成另外一個身分叫做明小信 那後來要復仇 那其實這整齣劇你可以看出 在女主角她在整個要復仇的過程當中 在復仇之前 她復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那其實這一段 如果你再看的時候 你就可以覺得她跟兵法 凡用兵知道使車千四 隔車千成帶兵十萬千里 良潰的這個描述是非常非常相像的 那女主角她在計劃要復仇的時候呢 因為她的前夫還有她的小朋友都以為她死掉了 所以她剛好可以趁這個時候 好好的計劃她要怎麼樣的未來的做一個復仇 那這整部片其實我覺得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貫穿整部片的一個一句話就是知己知彼 因為米小溪她對她復仇的對象 一個是她的好朋友一個是她的好公司 非常非常了解的 所以她又覺得她有知己知彼的這個優勢 那後來她就 像她的恩人米女士 這邊最深刻的米女士她的背景 她是開美容公司 那剛好她的好朋友也是開美容公司 那米小溪她要復仇的時候 她因為她原本在 她原本還是在巨人彩的這個角色 她還當她老公的老婆這個角色的時候 她是一個屬於比較黃臉婆的形象 那她老公就有點嫌棄她 那她想說她要回來復仇的時候 她要怎麼樣勾勵她老公 因為她老公就是愛美色 然後好賭成性 所以她就利用她老公的這一點 來掌握她老公的這個特性 所以她要讓自己變成一個非常具有信義的女人 所以她就像米小溪來學習畫中 並且參加畫中大賽 然後還向米小溪學習鋪合牌 因為她想要利用她老公好賭的這一點 慢慢的使她老公鋪入她的陷阱 那這邊的話 兵馬衛動的樣子心情 楊草就是引申為 她後來為了要報復所學習的一些知識 跟她的一些 比如說外觀上的改變 那在劇情過程當中 她也使用很多的軌道 比如說欺騙 欺騙她的自己的朋友 還有她的家人 她即便她用現在 一樣的軌道 出現在她家裡面的時候 她也可以裝作不認識 然後也有很多 主席不義的一些 她想到的一些計策 然後分斷志士指的是說 她在附手的過程當中 她就是一步一步的 慢慢的先讓她的老公 跟她的好朋友 就是那個小三感情決戀 然後她再想辦法進到她老公家 再跟她老公又重新又結婚 那為什麼後來 明會長會幫助小西跟她的老公 就是幫她老公 帝氣在她的前夫那邊 所以她就幫助她的 幫助女主角 父子和她老公的同時 也幫助她自己 多回她那個帝氣 那她的計策是 她先讓她老公 在某一個賭局賭輸了 但是她為了要能夠平反 她必須要去跟別人借錢 那她借錢女主角 她這時候她是另外一個角色 她就幫她老公 想到一個借錢的管道 那這個管道就是明會長 明會長明女士 她就願意借錢給她老公 那這個時候她的說法是 因為你要借的款項太大了 你必須要拿一些東西出來做擔保 那這個時候她就想到 她有這個地氣 所以她就把她的地氣拿出來做擔保 那她把地氣壓給明女士之後 她後來又輸了這筆錢 她還不起 那她就藉由這個過程 來奪回她的地氣 你們那幾個同學來這邊坐的 要站在哪裡 就冷的 誰要出來誰再站在哪裡 通通坐下來 那第二點她也利用 她老公在飯店的裸照 她寄給了她的好朋友深愛力 讓她的好朋友深愛力 跟她老公的感情發生生變 那這裡的話就是剛剛講的 她能夠整出去 她是冠冠整出去 我覺得是支筆支筆 百戰不代之就好 因為她對她要復仇的對象她老公 她的好朋友都非常非常了解 所以我覺得這是她所擁有最大的優勢之一 那她老公的最 就是愛美色 然後有錢有勢 然後又要好賭 那她小三的話就是 她非常懂美容這一塊 然後很會打扮自己 所以女主角也藉由這一塊來 漸漸 就是追上她小三的 在這部分的優勢 讓她老公也漸漸地迷上她 然後這裡由我來解說 這是這裡就是談到那個 男女之間的感情跟發展 那講到就是說 因為深圳兵法 她其實非常講求說 你有沒有足夠的戰鬥力 還有實力去做你的後盾 然後一舉去突破那個敵人 那這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常常會在網路上 就會看到有一些男生就會說 她自己可能怎麼樣 都交不到女朋友 因為論家事她輸了 然後論錢她也沒錢 論長相她也沒長相 那其實這樣子的話 名字就是 名字處於一個非常相對比較差的地位上 當然交不到女朋友 那所以女主角她也是必須要非常清楚 她自己這一點就是 她如何從一個就是黃烈婆角色 她沒有長相 也不懂她如何討好男人 然後更沒有實力 所以她必須要先有自知 明天了解說她的對手是誰 她對手就是她的朋友 那她朋友比她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第一個她有事業 第二個她懂男人的心 第三個她會打敗 所以也就是為了這樣子 她必須要先增強自己的能力 到一個足以跟她作戰的 作戰的規模才會去做這件事情 不然她一定會打 她一定會輸 所以呢 那為此呢 明女蝦其實是有在各個方面上 都是有在考驗她的 包括說她可能在一兩個禮拜之內 她就要接待那個外國的大使 我們可以看到第二張中建圖 她是在服務一個中國大使夫人 那這樣就代表什麼 她一定要學會中文 雖然她就是每天晚上 她都要就是一直重複了練習中文的書啊 那除此之外她也還接待了日本的大使夫人 那也就是因為她這樣的實力就是非常慢慢增長 導致說後來大使夫人都願意 都只想要到明會長的那個美容工作室去做服務 那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呢 就造成她的好朋友 也就是那個小三深埃力 她就是一直不解說 為什麼會有一個新人 她從未見的人 竟然可以一直把她的顧客都拉走 所以可以看到最右邊的那張圖 是神埃力她打電話去 希望她可以以那個小妹的身份去那邊做一些學習 那這時候她也因為她自己的實力足夠 所以她可以說出很霸氣的話 就如同大家可以在上面看到 就是說如果你要挖角我的話 就要給我提法醫 那所以從這當中 我們可以就是非常去了解說 一個女性她如果說 她要在一場愛情的戰爭中獲勝的話 她必須要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就是在於說她對自己的了解 還有她所面對的對手 所具備的特色 那就是她整個居頂膨成的過程中 你可以發現 明小溪她每一個技猛 她都是有非常有穩 有把握的情況下 她才會展開這個技猛 並且做保護的動作 所以她就是一個先戰後勝的一個策略 然後勝可之不可為 就是說她一直想盡辦法讓自己不被戰勝 就是她一直在提升自己的知識啊 還有她在職場上的能力啊 那她不可為就是她在等她的好朋友 她雖然她有自己造一些事 就是讓她好朋友跟她老公 就是感情分裂啊 或是等了一些情況 那就是她也是在等她可以最有力的時候 然後她再展開反擊 然後這部片的最後的結局就是 她的好朋友最後得了胃癌 死掉 然後她老公就是 後來也回到了那個小三的身邊 陪她一起死 就是後來她好朋友得到胃癌之後 就是女主角也不忍心再去做復仇 所以就是她就收手 那她老公是最後選擇 跟她的小三一起跳海自殺 對那是這束戲最後的結局 但是我們覺得 她可以有一個更好的結局是 她不用這麼殘忍 就是甚至說 用兵司法全國而上破國次之 全軍而上破軍次之 全女而上破裕次之 全族而上破族次之 所以我覺得 女主角她可以再達到她的目的 就是使她老公跟她好朋友分手 並且奪回明慧獎的地氣之後呢 就不要再繼續做傷害她們的思維 這才是就是有達到自己的目的 然後也沒有到想害到對方最好的一個結果 這樣子 謝謝 謝謝 你看這個故事滿精彩了 好 男劇還是有一定的美女 沒有 有什麼問題 這女主角好像可以破除了孫子冰 然後把它用在如何來復仇 這個過途確實有不少地方 都跟這個兵法的道理都很同等 都自棋自棋 確實自棋自棋很重要 然後她為什麼敢這樣做 我想她知道她如果這樣做她一定會勝 所以她這樣做她有把握 她是怎麼搞會變這麼厲害呢 好像在人之前沒有那麼厲害 之前是有謊言婆婆 被歧怒 所以 所以 謀很重要 做任何事 像她的謀報仇 那同學如果謀一個什麼事 如果真的發揮你的智慧呢 按照兵法所言的這個這樣的道理 保全自己 然後自保 保全 這個全國為上都是保全自己 在一邊在做競爭的過程當中 一邊能夠保全自己 那可以不要贊就不要贊 而且還能夠勝 如果她今天如果能夠 化妝得很漂亮 她最後如果去嫁給一個 非常厲害的高手的話 是吧 然後 給她老公看到 給她那個小三看到的話 說不定她就會 不站的去了一個地方 所以她會覺得說 當初子應該做這種事 好 這個 各位同學還有什麼問題啊 老師 我是 不是問題 就是有點想像性 因為我覺得她 日瑞簽金主的報告之後 然後覺得 因為這組員有男生 我覺得她用演的方式來呈現 畫 應該是歸屁式的 然後 然後 回來有想要演 她的報告會讓我回去 我沒有看過 我想要看她的 很快 想要演 很想要演 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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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不错的建议啊 蛮好玩的 还有什么想法 确实你会发觉孙子兵法的道理 其实很多地方你都会发觉 其实都暗风的概念 那我们这门课 如果能够给同学 一个比较系统性的了解 给你语会 我想会对大家 会变得比较 比较狂 比较知道要怎么去谋划一件事 但是重点是 不要去谋划去做害人的事 不要去做那些不符合 社会伦理要求的样子的事 这是我们的期待 那如果没什么问题 我们就谢谢他们对此 OK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种 我们再来看下一种 这个没有声音吗 对 下面要 我有按耶 不要按对 你没有按对 要向上 有啊它有亮灯 有亮灯可以 有吗 让他有亮灯 可以 OK 同学 老师 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那个 知己知彼组 那我们的组员 有彩利 同志一家 然后家军 亦分 也就是淑惠跟富洋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因应 那个死案的问题 所以跟大家讲解 那个顶性集团 他在那个 孙子兵法的运用 从他引到最后 为什么大家会翻顶 那我们今天会介绍的一些 就是那个 他在大陆上 成功的策略 那他依景还乡之后 回来台湾就是并购卫权 然后并把那个卫权的那个 卫权的那个龙 这个穹被织绑 把它搬出去 那再来就是食安公报之后 他的因应的方式 以及综合分析 那我首先 由我先讲那个 他们大陆市场上的战略 那我觉得一开始 他们其实点心 一开始在台湾 他是一个彰化的小油厂 他其实并不起眼 可是他觉得台湾那时候 就是经济环境 已经没有那么好 因为用人的成本等等的 都上升 就是成本上升了 所以他因应那个政府开放 对大陆同志的政策 所以他们几个兄弟就觉得说 他们想要前往大陆去做发展 可是那一开始进入大陆的时候 并没有很顺利 所以呢 他为了要节省 他们那个出差的旅费 为了一起每次出差的时候 都选择坐车 往返各个城市 他们最常确实是内蒙国 那他就是那时候就觉得 大陆国身上的便当 卖的那个便当才是有够买吃的 所以他就在火车上 就带了台湾的泡面 然后充热水泡了起来 然后那个香味示意 就是整个火车上面的人都觉得说 这什么产品这么牛这样子 所以他就把产品分给那个火车上的 同行的旅人一起吃 然后很多人就跟他说 老兄你这东西是在哪里买的 他说这买不到 就是台湾卖的 好然后这时候呢 他就把他未应急就打电话给他哥哥说 他觉得大陆啊 那个泡面市场有很大的商机 因为当时在大陆的泡面 就是产品的非常的大 而且很便宜的就几毛钱一包 可是一泡就烂了 然后那个喝起来味道就好像加了味精的水 然后也不知道在吃人吃什么 后来他们几个兄弟因为在第一次呢 就是刚开始去大陆的时候他们做了油品 跟另外一个产品都失败了 那他们在进入泡面市场的时候 他们就经过很仔细的妙算才去进行 那当时台湾 台湾对大陆来讲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所以他就利用抗氏股市来自于台湾的这个 影子去进入大陆 那当时候的大陆 其实水平是在提高的 可是他泡面市场还是十年来如一日 就是非常不健康 所以他们就想要打造一个品牌 是可以提供那个健康美味的信赖 值得很有专业的品牌型向去 领得消费者的信赖 那我们来看他的那个战略布局 就是纤维不可胜 他们一开始要进入泡面这个市场的时候 他们其实总共做了上万次的试吃调查 那他们发现北方的人 比南方人喜欢吃面 那他们的口味偏重 他们喜欢吃重口味的 然后在所有的泡面的口味里面 他们又喜欢吃牛肉的 所以他们就用红烧牛肉面这个产品 当成他们的主义产品 然后再开发很多不一样的产品 然后先由北方开始往南方 东方西方 不是算了就是占领整个中国 那他品牌的形象就是想要讲究一个 可以提供健康泡面的食品专家的形象 那在人力资源的策略方面 因为他们开始一开始在大陆卖 其实卖得很好 所以他们就随着往南进跟往东往西发展 他们就是在每一个省都有设他们一个厂 那这时候他们的员工的人数就是很缺乏 所以他们就开始培养 他们觉得他们降不足 所以他就开始重视他们员工的基本培训 那就是从中间冰里面发现有前递的人员 然后再把它发展成可以管理企业的通财 那在产品环境里面 当时那个泡面的产业其实是一个非常零三 然后也没有一个可以掌握整个企业的 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企业 那他就开始就是慢慢的去试掉 然后他的对色就是说加强研发他的产品 然后去做定价 他在定价的部分 然后就发现大陆local的一些泡面品牌 大概是可能五六毛钱就有了 可是进口品牌一包要五六块 然后他就想要说五六块 其实大部分的民众都买不起 所以他定价就定价大概一包一块八到三点五块中间 然后去做他想要就是把全部的市场 把他就是通通吃下来这样子 所以他的成长就是从92年到96年 发展的非常快速 每年都是用两位数的在成长 那我们觉得他在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你第一个他知己知彼岸 然后他有经过免养算 然后他也做了很以鱼代步鱼 然后就是合胜在地这样子 来 换一点 换一点 不需要每个地方 好 那康师傅就是他觉得既然要做得比较好 那我就专心做一件事情就好了 营造不可胜在籍的策略 那他就是全力发展的品牌 然后并且这个品牌 变成他们就是顶星很重要的五行的资产 那他也采用那个多设厂的策略这样子 然后让自己的生产流程 原料的等供不会受到原料的供应延迟而停滞 那他在冲入策略 他就是发现他们的通路 就是常常都会去撒架竞争跨区销售 然后经销商没有合理的利润 他们也就不会行程以得到 他就不会帮助挺清 让他可能广告打出去的 可是客户到了通路端 可是他其实买不到他们的产品 那他可能花的广告的钱 就没有很好的效益 所以他上市成功的机会就大级下降 所以他在通路这一块 他就是好好管理他们的经销下 那通路也成为就是顶星霸展 一个很事业重要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有下一个同学讲 他会来台湾并购卫权 跟出售团队 那我这个部分就是先来讲一下就是 他们当时并购卫权的部分 他们当时他们在卫权 其实卫权集团他在黄烈火他那时候退出的时候 他在做交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点问题了 因为他把他的总经理跟董事长 他分别交给他大房跟二房的两个长子 那大房跟二房的两个长子呢 其实他们两个在投资事业上面 他们的理念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当时二儿子他其实他是总经理 他就结合了就是炒股的一个 就是市场上的炒股的炒手 阿丁他就是一起去篡位 就是想要密谋 就把就是董事长的那个位置给干掉 所以他那时候呢 他就是成功地夺得了董事长的宝座 但是呢他夺得下来之后呢 就是他二儿子的夺得下来之后 他其实在实际的执行面上 其实大就是大房的长子 他其实他那边他的势力还在 所以他就是谋求就是说他们 他们两个就开始互相内斗 导致他们其实有两年的 就是连续两年的亏损 那两年的亏损呢 其实就造成其实市场派 他们就大量地去收购他们的市场 那等到呢 威权他们就是皇家他们意图到 就是A市场派已经占了他们大多的股份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警觉就是要赶快把他们的股份补回来 不然他们的股份可能就会被别人给吃掉 但是呢 因为他们家族成员的意见不一致 所以呢 有人他就想说 那他就是用高价一点 因为那时候威权的股价已经跌得非常低 他就用高价一点的股价去把它抛收出去 但是呢 他们错估了警示 有些人士他们就故意把他们的股价 通通都买下来 那把他买下来之后呢 就是一开始就是联合就是 就是那个股市炒手阿丁 他就是他本来想要拿着这么多的股份去卫权 跟他们讲说 你们把我们把这些股份给买下来 不然你们的就会有危险 但是呢 因为那个时候卫权他们想说 你买的钱通通都是借来的 我就是等到你被利息压倒 我也不要管你那边的股份 所以呢 那个时候阿丁他就是看上这一块之后 欸你们卫权竟然不买下来 所以呢 就让顶星一起走三个陈咬金进来 结果弄巧成熟就被顶星赤架了搭败的股份 但是呢 顶星他们其实那时候赤下他们的股份的时候 其实卫权的人当然也就是皇家的人他们也很不满 他们就觉得 欸你明明就是一间大陆公司 你怎么可以就这样子回来吃下我们的股份呢 但是其实为顶星他们早就有备而来 他们的这间公司呢 他们其实设立在香港 他不是大陆公司 所以呢 其实他们一开始他们就已经准备要光荣返台 吃下卫权的股份 用一个非常好的名声回来台湾上市 所以呢 他们其实准备好了之后 他们就开始做一些改革 他们之后董事会改革 他们成功了占下三分之二席 皇家的人呢 其实那时候几乎已经十全都已经庞浪 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们觉得卫权他真的非常的厉害 就是顶星啊 他非常的厉害 他成功的就是在 在卫权他们自己内斗 斗得很就是斗得很厉害的时候 他们同中乱而取之 那在卫权变天之后呢 其实他们里面的势力其实都还是在的 旧派势力都还是在的 所以呢 其实那个时候新旧派系 他们斗得很严重的情况之下 让卫权他们的股市跌得非常严重 临近那时候他们就是觉得进去 入竹的时候他们受到一些困难 他们就恐慌那些旧派系 就是旧卫权的人说 如果你们再搞这一套 那他就要来清算 过去公司跟你们皇家之间 有没有什么利益上的勾结 所以呢 这一块之后 他们就是双方其实那个时候 是征锋相对非常的严重 那再加上金融公报的关系 其实政府就是大家都怀疑说 政府是不是有进来 好像都是比较挺顶星那一块 不过就最近的事件看起来 应该是有可能的 那在顶星他就是 后来他就是因为这样的事件 他就召起了临时的股东会议 他成功的就是把所有旧的派系的人给砍掉 然后他在隔年的时候 他把最后一个总经理 就是本来皇家派系的总经理 给退休 让他退休 至此之后就是威权就是变就是异首 所以呢 他们成功的就是把当初不听他们话的那些 做派系的人成功的给去掉 然后留下那些他们有可能会成功的人 但是他们其实他们在入主之后 他们动的并不是只有上面的人 他们动的还有到下面的人 他们导致就是其实上面的那些旧派系的人 因为牵扯到他们利益关系 他们可能会把他们除掉 觉得这是应该的 可是下面呢 刚刚老师有讲到 他们一开始他们就裁掉他们这边有部门 换掉他们的总部大楼 直接搬迁 最后他们还解散了魏权荣 当时他们还说是因为他们不要再投资体育事业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自己打嘴 他根本就是一个降务性的一个举动 因为他说他不投资体育事业 可是他投资的体育事业是在大陆 在当时呢 因为在魏权荣 他们就是他们员工都自愿 要减轻40%的情况之下 而且还是在三连霸的情况之下 他还是不愿意就是保留这支球队 甚至假造说他们的赢球有可能是造假 那这其实引发了当时很多的球迷不满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在最后的实案风暴爆发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就是提出当时 其实李欣贵家他根本是一个无良的商人 那是时间让他证明这一切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提出会来讲一下 就是他实案风暴的这个部分 同学好 接下来我跟大家介绍他 点心的实案风暴的问题 点心呢 他在2009年在台湾利用抗事部 这个品牌回台发行TDR 那当初政府规划TDR的理由是希望能够 募集资金然后在地促成那些外商在台湾设立厂房 增加一些就业率 将这些募来的资金拿来发展台湾的一些事业 但是呢 点心他却利用这些募来的资金 拿来买豪宅 买地宝 买101股权 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呢 然后怎样 那是跟银行贷款之后 又 马上要 我好紧张 就是他不信不义的部分就是 他把TDR的资金拿来买地宝的豪宅 那他只是只有 自备款只付了1% 其他99%都是跟银行贷款来的 等于他买地宝的钱 都是拿投资人的钱拿来买的 所以那个 像国内的银行界 对于那些台商啊 都有很多的优惠 但是他就没有参加利用 反而来做这些 买到买地宝 然后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然后他利用那些买地宝 就是TDR增入来的房地产 这些 这些那个 房地产投资呢 在目前为止 那些已经增值到200亿了 可见他有多么的 对 然后这不在领域那个 反台投资的台商的部分 那你顶新回报台湾的方式是什么 是用 不断用收水油 然后饲料油 黑心油来污染我们食物 就是有点 让人家觉得 我们这样子领域他为什么是这样子回报我们 所以我就觉得他在 他在那个一锦 那个容辉之余 却忘了把他当初原本的 企业经营里面的诚信 带回来给台湾 而且在一年之间就爆发了 三世的黑心油 可见领域为了为了他的利益 不过平管的一些经营哲学 让台湾有点失望 很失望不是只有有一点失望 对 那领域的部分 他连三半的恶行之所以 会让人家很难以原谅的领域是 我们知道 卫加 他是由自有起家的 他明知道 饲料油不能加在食品油之间 他还是明知固贩 还要硬要做 就是为了让他的那个利益 可以获取到最大的空间 所以明知固贩 明知固贩最佳一等 然后正义的食品 油品呢 他的租油市场在台湾 占了70-80% 可见他的市占率有多高 但是他为了他的利益 又那个那个星豪公司呢 他是有那个正义的一个离职的员工 他在那个 越南所设立的一家公司 等于他们是有一些利益勾紧的 所以星豪这家公司 他设立的原始食物 因为藉由这个公司 让正义油品去进了一些不良的油 然后来演油 让这些看似好像很正 变不是不利的东西 让他变成好的东西 进来到了正义油场 对 那因为就是为了这样子 所以 嗯 有点弯掉 嗯 就是这样 然后经历了一些翻天覆地的 假油风暴之后 他还不知道收敛 然后却继续的贩卖那些黑心油 对 然后鼎熙的魏家兄弟呢 他只顾了赚钱 而忘记了一些社会的责任 那那些其他也看到鼎熙食品 他和快了两岸 但是每次他陷入了食安风暴的时候 他赶紧的就是 撇清责任 然后就是不愿意承认错误 而且表明大陆的产品跟台湾的产品 配方不一样 大陆并没有使用这些有问题的云料 那可见之 难道台湾人都不是人吗 然后甚至有网友批评说 因为大陆的食安法规比较严格 所以他们不敢这样做 所以就把这些东西拿来台湾卖吗 但是有网友说 因为可能 一样都是地宫有台湾的比较干净 所以就拿来台湾做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用 道天地降法来分析这些部分 他的道呢 就是其实鼎熙的开了一些 基因理念是以诚信物实创新为基因理念 但是接下来的食安风暴所爆发出来的事件 很显然的已经违背他的一些原始的基因理念 可以重创他的企业形象 然后天的部分呢 就是以归于返乡的一些大号 就是的一些名声 然后获取政府的一些资源 然后银行的一些借贷融资的部分 反可是他没有一些利用这些优势 来造成造就台湾的一些优良的环境 就是造福台湾的一些 例如就业市场来增加等等 反而做一些伤害台湾人民的事情 然后第一的部分就是从大陆到台湾的部分呢 就是你知道康师傅在大陆的部分 市场率非常高 所以他夹带这些有利的民生回来到台湾 想要扩展他的一些版图 但是因为食安风暴之后 等于有点断了这一条路 而且他他在当初事件爆发之时 甚至温英聪有点想要撇清关系 有点不想管这件 就是不想承认错误 就是想要等 因为他觉得台湾人都很容易忘记这些 有的没的 所以时间过了之后台湾就会打完 可是没想到媒体一直不断的波动这件事 事情让台湾人一直有点愤愤不平 造成后来的一些秘密事件 那这样的部分 在领导人的风格部分呢 我们觉得他无姓无人无言 他失去了台湾人对他的一些信用 然后又没有一些人意道德的部分 那法的部分呢 他并没有遵守一些法律的制定的一些规范 然后犯了这些错误 以上是我们这些报告 好 有没有什么Q&A啊 Question 是 那个同学 就是他们 就是 他们一开始拿着靠面到大陆去 然后发现 大陆 就是 或许 泡面会在大陆很牛市场那样子 所以他们那时候 就创立了汤师傅嘛 然后 然后 推的是 就是健康美味的形象 就是 嗯 可是 可是基本上 基本上 泡面这个东西就不会是健康的 应该是这样说啦 他们当初他们做 他们抗师傅这个logo 他们的抗是健康的意思 那 师傅就是 就是感觉好像就是这个食品的权威的感觉 所以其实他们的这个logo的意义在这边 当然呢 就是 呃 其实台湾台商到大陆 对 大陆人的感觉就是 我们的东西比他们高一等的感觉 所以呢 其实不管再怎么样不健康 其实 经由鼎心他们这样子的塑造的形象 而且又是健康美味 那大陆人其实是一定买单的 所以就是形象 其实 对就是塑造的形象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你们说他们把威权囊解散掉 可是他们一天又另外在投资大陆的 是 所以他大陆的存在其实是局势文明的 对 然后 那他们为什么会想要投资大陆的体育缺乏 其实 呃 我们会这样看啦 因为其实鼎心他们的主要的市场 其实还是摆在大陆 尤其是这次食安风暴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就算大陆 呃 应该是就算台湾食安风暴发生了问题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 不是保全台湾这里原有品牌的名声 他们做的东西是结格 所以呢 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其实他们一开始 他们的目光其实摆的就是在大陆的市场 那我们会认为他们在台湾的市场 他们是要台湾市场的那个名声 那为什么他们要并下卫权 卫权其实在老一辈的人 甚至一直到死安风暴发生之前 他给人家的形象就是高人一等 他的品质就是有保证的 所以因为他要的是这个品质形象 他在台湾他投资了一个这么有 就是形象的一个事业 那来到大陆 那我们也是一个这么高水准的一个事业 他们要的其实是这个品牌之下 可是台湾今天发生的这个事情 他们如果去两乡去取其权的话 他们会情愿保留他们大陆的市场 他们直接把台湾的市场切掉了 那是大陆起家的 那是他的老巢 而且这市场非常大 台湾也有非常大的厉害 所以当然到时候一定是切割台湾 他们不全他的老巢 那只是呢 这个 大陆的产品 遭规全来 台湾分组的东西可以随便参加 这就 这就坏 这种心态就 就很害 非常服务 你好 就是 我没有问题 但是我想要补充一点事情 就是 我是彰化人 然后我父亲 当年跟着威加四少一起去大陆工作 然后 我父亲负责的是武汉重庆那一带 那 以前家里 有一次跌了一 一整重楼的泡面 然后我那时候很小 然后我就静静摸了一下 然后我爸 不准碰 死都不能碰 这东西一包都不能吃 哈哈哈哈 我说爸 可是你不是要卖给别人吃的吗 我去卖丁大陆 我说 我当时父亲把我就不讲话 对 那 当时 他们跟通路商的关系很好 非常好 就刚刚有讲到经销商 对 然后 他们坐起来之后 我当时 父亲家一直升上去嘛 那 之后 有一年他们要自己做通路 然后 我一家二少就说 欸 阶段性热物完成 然后我爸底下的 是我员工 几乎各种名字 然后 过几年我父亲也离开 那我就只想呼应就是 他们做的事 是很吃也很熟辣 但是对自己人 就是 也没有多好 就是 缺乏人意 对我来说 我们看到的是 其实 社会上这种人太多了 好多成功者的 都是踩着别人的鲜血 over over 他们的body over 他们的dead body 踩着别人的鲜血 这是 现在好像变成一种新的常态 你知道吗 那现在我们谈说 要有道 大家反而觉得 好像在谈天堂的事 是在人世间里头 你要成功 你要有道啊 你要 必须要能够 汇聚人心的水 或你刚刚讲的泡面的事 你那重啟以后 你一辈子不敢碰泡面 家有泡面禁止你 不能吃 不能吃泡面 还是说 只不碰康师傅的泡面 所有泡面很多 天啊 同学你们有在吃吗 有 有在吃吗 对不对 诶 诶 诶 要注意一下这些事啊 我要抬起来 同学们 我靠好多人 我跟你讲 我经常看都是同学的 就是 临时冲击了 我买一包泡面 然后里头加个喝水 然后拌一拌 好香啊 旁边听人 哇 你这种不吃一口包 一口都不喝 有没有讲内光 他附近独自林医阳 不过他没跟我解释 那是网 所以公司以后不碰康师傅 就不碰康师傅 诶 确实啊 同学您知道 画面不要买 哈哈哈哈 对 因为我们其实 我们工作啦 因为我们公司 是做系统验证的 所以我们有 会有做到食品安全相关的 那个系统验证 那我们常会去问集合员说 诶 什么东西可以吃 什么东西不能吃 那他其实他有时候 他就会透露说 其实真的很多食物都不能吃 罐头的食品 他也说都不能吃 因为他说里面的酱瓜 是从大陆来的 他说台湾没有酱瓜 你的东西的 对啊 他就说你如果相信大陆来的东西 你就吃啦 对 对 然后其实讲了很多东西啊 包含他我们常在吃的肉松呢 或者是肉松或者是果冻 或者是酱乐多 对啊 那他其实他最后他讲的一个概念就是 现在东西其实就是真的很多都有问题 但是 就是 分散投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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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同一个品牌的东西如果一定要吃的话 不能一直 就是 不是 多样摄取啦 不要 不要都是 不是啊 还有一个概念就是 谈到这个食品的话 请各位同学 尽量喝百开水 第一个概念 好 很多同学经常都喝的里面 餐 任何什么样东西的饮料 那都不要 包括什么 除果汁的 你相信台湾的果汁商 会造百分百的果汁吗 花汁的 不少 不少就要买 总之 多喝百开水 那你外面买的那些冰品啊 那些什么茶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话 那 不要碰 另外 呃 习近平在几天前啊 宣布说 他要在2020年之内 所有国家 所有他们 所有每一个省 有河流的经过的话 五年之间的河流都不需要 到2020年的时候 能不能够看到 看到清水建体 我不知道他们能够达成 所以 他们那边是有这个决心可以做的 那说不定日后 被人家禁止进口的 咳嗽台湾的食品 你看去年食品风暴 大陆那边是禁止我们 台湾的食品有油脂的东西 进不到大陆的食品 对不对 哎 日夜会颠倒啦 破完白天会变成黑夜 黑夜会变成白天 要了解 台湾如果不努力的话 有一天被人家禁止入口 就是我们台湾的食品 那人家有决心 所以今天你觉得他不好 说不定以后他就比我更好 那人家在上上 整个国家在崛起 那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是停留原地吗 还是继续向下 还是在上升 人家上升我们不能上升啊 同学很清楚 我们可以了解 所以今天的 今天的他们可能不是 明日的无下奥 所以看事情啊 要动态来看 那你们这一组资料 也准备很丰富 那这个刚刚所下的那些标题 就下了不错 就是争取那个 卫权的那个争霸单 乱了取之 确实很传神 乱了取之 那你发觉他们为什么可以起来 从大陆那边起来 因为他何该有这个命啊 在大陆那个死蛋 那没有人吃泡面 他们就故意在火车上 都泡泡面来吃 所以他们兄弟是很聪明的 而且四个兄弟是很团结的 可是这个问题就是说 从很多这些地方来听的话呢 确实不厚当 确实在看不厚当 比如说 这个 人家是归于返乡 政府普避 就他们返乡的钱 他们拿去做什么 不是去投资 不是去带到投资领域里头 去创造一些就业机会 或者去买 买什么 买豪宅 买豪宅的话 就要有笨人银行 然后给他们带99% 自己只要付1%的钱 这个是 天啊 到天地下发 台湾的多方搭配这样的 不义的人 就事后发现了 才做很多的这些 这些痛骂 全民要 这就显示我们这个社会 是一个什么 是不掌心的社会 你知道吗 你这个问题 出一些这种 precautionary的 这个warning人 不会有人注意 他们都不相信 所以 你说这吹哨子 你说义美吹哨子 我不知道 你说不定被人家头水淹死了 就是义美 我们再做一手 刚刚好流五鼠 哇 有问题 燕鞋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最后一手 好 谢谢他们这一手 谢谢大家 道路学义你们看呢 所有他们的世主的案例 不管是讲什么 你都会发觉 其实冰法的 这一种精华的兴师 它的运用 其实呢 普遍 普遍都在 在各个角落里面 都被看得到 但是冰法的一些精髓呢 真正成功的精髓 有没有掌握得到的 你就是不知道